法務博и VIS,會合照 農會,會合作資助 農會跟農民施eso相關 從此相一 農會有辦理農保業務 農民上提供了貸款 甚至有錢可以寄農會 農民如果有什麼農產品的話 也可以透過農產運銷的方式交給農會 然後由他運銷到 更能運銷到北部或南部 還有就是 農會他的股倉 其實是鼓勵農民 把那個收成的稻股就送到補償 然後就可以換現金過來 所以說農會跟農民的關係是 是非常密切 好像是他的衣食父母是一樣的 九一正災的時候 蘭德士隆會其實他還不是歷史建築 因為他是2002年1月29日才劃分的歷史建築 那之前呢 因為他是後現代主義的一個建築 所以他的建築的基礎其實非常穩固 所以你說九一正災牆壁有歸類 不過修復那個是還蠻簡單的 那在那個時候呢 蘭德士區呢 哇那個是 只能夠說那個 非常的慘重 蘭德士的那個所有的房子 拆的 拆掉 差不多三分之一掉 可是蘭德士隆會因為他是那個 招合十一年也是民國二十五年的時候蓋的 那就是他是 那是那個加強專照 所以 他是沒有倒 但是他整個是有歸類 那就把它整修完之後 那差不多在還不到兩年的時間 就公告為歷史建築 然後繼續發揮它的功能 而且它這一棟主要是辦理信用部 主要是跟農民互動的一個金錢往來 有情基隆會還是說要跟農會借貸款 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場所 提供很好的一個機會 他的建築其實非常有特色 十山溝的一個面磚 就是整棟建築的一個特色 而且我發覺 日本時代所留下來的東西 不是說只有十山溝的面磚 包括排水功能的銅管 水槽 從屋頂卸下來的雨水 然後再透過銅管排到一樓 水溝 銅管還是日本時代的水管 還是日本時代的一個東西 而且我發覺 目前辦公信用部的一個 等候轎後的那個椅子 還是日本時代的椅子 而且他這個椅子不是一般的椅子 他是有一照人體工學 那個有一個曲線 非常美的一個曲線 然後一照人體工學 那個把它設計的 做起來很舒服 是 既然一定是太陽 笨子 是 昨天 雖然還想要 單是 對 雜耍 一 複雜 雳